养宠物你首先考虑点孩子 我没养过宠物 在工作的时候你一般会干什么 跑步 现在最想合作的一位艺员 孟非 因为她跟我在一起我不说她说谁 会选择内在美还是外在美 内在美 平常是摄恐还是摄女 既不摄恐也不摄女 最近有最喜欢的一首歌吗 包括低伦的 答案在风中表 如果不开心的话 会打给哪个圈内好友 我没有那么不开心 需要告诉别人 而且半夜12点还给人打电话 您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还是喜欢生活一成不变的人 尝试新鲜事物 除了您现在作家的这个职业之外 您最想行事的行业是什么 跑步 长时间工作过了一个周末 您会选择去旅行放送 还是在家搁又摊 都行 外套旅行时帽子和胯包 只能选一个的话 您选哪个 我没有戴过帽子 真正是胯包的 您早起的话需要订几个闹钟 不用订闹钟 我6点半就起来了 您收到过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 最喜欢的礼物是朋友对我的批评 您最受用的简压方式是什么 读书 如果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您希望是实现什么 把下一本书写好 五人月饼还是咸蛋黄月饼 我不爱吃月饼 重10公斤还是矮10厘米 既不重也不要太乱 火锅和烤肉 火锅 麻酱碟或油碟 麻酱碟 辣锅还是骨汤锅 骨汤锅 冬天还是夏天 都行 熊猫还是东北虎 我跟它俩都不太认识 喜欢快节奏生活 还是慢节奏生活 都行 我觉得最快的生活就是来非来不可 喜欢喝茶听取 还是喜欢吃爆米花看电影 我看电影从来不吃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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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电影从来不吃爆米花